这套房子在做Block Preview 就是经纪人的预览 现在是美国时间周四的傍晚7点钟 太阳还没有下山 即将下山 这套房子是在景观的 后面是山景 可以看到夕阳 那他现在6到9点钟 做Open House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欣赏夕阳 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人 我们进去看一下 有鸡尾酒 还有乐队 所以一楼会比较吵 我尽量说话大声一点 门口还挺厉害 绿色的特斯拉皮卡 也很少见 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五房五位 室内是3078尺 占地是5068尺 进来路户这边是地砖 室内是3078 占地是5068尺 售价是270万不到 269万5 里面会比较吵 我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进来是木地板 但这个木地板装修非常好 你看它这中间门廊的位置 路户门厅的位置 还有地砖的装饰 一楼有一个房间 左手边是一楼房间 带卫生间的 这里面是卫生间 这里做成了书房 好多好多的香槟酒 这是一个半位 所以一楼有一个房间 加半个卫生间 一个套房加半个卫生间 好再往里走 这是餐厅的位置 然后这个应该是楼梯下图空间 一楼都是木地板 然后上二楼是 对也是木地板 在厨房的位置是地砖 这是它的客厅 客厅也是有壁炉 比如是做了这种黑色的 看上去像大理石的一个装饰 包边装饰 非常多的人 早台也是用很好的材质 这里还在做一些食物 厨房pantry 厨房pantry 车库 嵌路式的微波炉 嵌路式的冰箱 我们到后院看一下 后院就会显得很吵 他们家做的真的是非常高端 这个open house做的非常高端 它的院子院子带泳池 后面没有邻居 正好太阳下山的时候 后面是山井 这里有很大的California room 和这阳台 这是jacuzzi 温泉池 泳池和水井 好我们到楼上看一下 采光非常非常好 整个两边落地门都可以打开 客厅这一侧落地门可以打开 厨房这一侧落地门也可以打开 楼上会安静一些 在上楼这一侧楼梯这边也是做了这个装饰 木门装饰 楼上也是木地板 上来正对的是一个大的loft 然后右手边是主卧 我们最后看 左手边还有三个次卧 这是一个次卧 楼稍微安静很多 它的卫生间是在房间门口 这是洗衣房 所以这个卫生间呢 这个卫生间是这个次卧 和loft的家人雇用的 这里还有两个次卧 是jack and jill的卫生间 这是一个房间 它的卫生间有两个门 这里进来 后面是它的淋浴房 然后从这个门可以通往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没有放家具 都是木地板 简单再总结一下 这里两个房间 里面有一个卫生间 jack and jill的卫生间设计 所以都算套房 这里还有一个次卧 卫生间在房间门口 这是loft 我们最后看一下主卧 人非常多 主卧的采光非常棒 主卧还有阳台 这张房子真的非常舒服 室内三千零七十八尺 占地是五千零五千多一点 在这边远眺光谱中心的高楼 我放到看一下 后面没有邻居 一片山景 在阳台上可以看到自己家泳池 草坪 等太阳现在在位置 一会下山的时候 整个天空是红色的 可以看到光谱中心 可以看到一片草坪森林 这阳台也很舒服 阳台在主卧的外面 所以哪怕晚上睡不到觉 也可以在阳台上吹吹风 一早起来就推开窗 尽量到阳台上 可以欣赏一片山景 好 左卫身间 淋浴房 浴缸 这浴缸也是带景观的 好 里面是一帽间 两个洗手池 好 简单总结一下这道房子 这道房子是 我们到这个阳台总结 我最喜欢这个阳台 这道房子是在山林湖 我们刚刚帮另外一个买家 买过同一排的一套三房 这套是五房面积更大 室内是3078尺 占地是5068尺 5068 室内是3078尺 售价是370万不到一点 270万不到一点 269万5 单价不算贵 非常好的景观 今天的open house也是来了超多人 好 有兴趣 河马经济的看法 谢谢大家